大家歡迎收看 GameplayHK 繼續 Heaven Dust 相集我們解鎖了微路去到新的區域 現在繼續遊戲,首先就要拿轉盤過去 我把轉盤 我以為那邊 那邊沒有精氣,但是 這邊還有 一隻門 一隻門在這裡 我先開槍 我被他拿到 很不值得,當然要保險 不如這樣吧,先引他過來 我先拿過來 你們不要走 這樣就可以引到他中招 這裡應該會噴兩次 你好了 搞定 還有沒有 記住最重要的是看到第二條蒸氣管噴蒸氣才行 你走得這麼快? 這裡要密碼,暫時未知密碼 還有先上彈 有子彈 3,400,500 不對,我應該要拿那塊東西 算了,稍後才拿 這樣就出來了 上彈 接著收回槍 我要過去拿回鑽盤 經常放完之後又忘記拿走它 看到了,密碼是237 應該就是剛才我們看到密碼的地方用 還有剛才我們拿到兩個代幣 我想換掉這個淘寶方野 提升移動力 提升移動力 好像真的有快一點 它還要說放在箱裡也有效果 當然是放進箱裡 237 不行,還是要反轉732 原來是鏡漲了 這裡有什麼可以埋 看看 有平面圖,不過已經沒有代幣 現場急救可以提升血量上限 好可憐 好可憐 Steve的日記 97年9月26日 申請終於通過了 他們在員工電腦室為我安排了一部新的電腦 植物科的來利送了一盤熱帶植物 剛剛好放在電腦旁 研究所登陸密碼 就是 員工首字母 加即級編碼 加性別編碼 即SEM 然後97年10月23日 原本是抱著試一下的心情 但是這個艾瑞斯真的回覆了我的電腦 他說他跟這個病毒項目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以及問我願不願意幫他搜集資料 我們一拍即合 但是他比我知道的更多 究竟他是誰 98年1月27日 又斷望 維修部的路易 或者是東側花園的室外基地出了一些問題 他會找時間去看看 但是都幾天了 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看來應該就變成喪屍 好 他說這裡有一部電腦 密碼就是SEM M 開門 接著還有舊郵件 有成就解鎖了 Steve 很抱歉 鑑於你的網絡環境不是十分安全 我還未可以向你坦白我的身份 不過我可以向你透露一些病毒的事 就好像你看到是這樣 歐羅巴病毒不是星塵製藥無中生有的產物 他的圓形天堂之塵 是來自生肌磊瓦一個原始食人部落 屠腐族的血液之中 這種病毒可以促進宿主細胞的自我修復功能 但是都會令到感染的人變得殘暴異常 在一系列事件之後 天堂之塵病毒輾轉進入美國 由星塵製藥繼續研發 改進營就叫做歐羅巴 雖然所有試驗的最終目的都是指向人類肉體的自我修復 但是每次試驗都不過是製造出嗜血的腐屍 所以我才希望你搜集病毒資料揭發這些惡魔 還有,上次你問我四種面具所代表的意義 根據你的描述,應該是富途族的面具 但是我離開新機內亞太久了,要去查資料 會在下一封郵件中回覆 PS天堂之塵 相信我,它只會帶來人間連獄 他這裡說了有一個面具的東西,我想是一些特別的東西 我們先記住 新郵件有什麼 還未 online 所以收不到東西,就是要去冬眠 看看這邊 還是不要住,我們不需要過去 這裡有沒有收拾?沒有了 終於進不來這裡 大廳 又一隻索斯 全部都要三至四槍才會死 有沒有收拾? 立祭的雕像 喂 拿了又回不去 打火機 看看 沒有地圖很麻煩 其實我們應該要回頭 賣一幅地圖 綠色藥草 這邊呢 超大 不要到處走 先買地圖 剛剛一個代幣換了它 那就方便我們看 不是 看這邊 應該這邊還有一部反賣機才對 算了 大堂還有蛋殼 原來 右邊應該是盾牌的房間 這裡也有 糟了,剛才我走過會不會漏掉蛋殼 對,這裡還有 有 雕像我們就不要拿著 四角造成就是這樣扭 黑著數字 狗 不對 這個 這個 時間之遲 如果這個就開了 我們就可以走路 後面有些東西 幸好 剛才 緊張起來完全按錯了 而且我要拿這個 在這裡藏著 喪屍 在這裡也算壞 綠色草藥 這陸牆應該可以開 這邊 都敷了 子彈 但是就拿不到綠草 算了 算了 不要管它 我想應該要在這裡 扭完之後就不能再扭 這隻死了沒有 走 喂 喂 喂 我都說過操控不行 可不可以修改它 放下 右手指 它就 藏著槍 一被夾擊就是死 剛才那位其實是特地陰我們 好了,這次醒目 先過來 逐隻殺 這樣就不會被它們包圍了 有東西撿 待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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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還有一隻 走 那邊還有一隻 千萬不要站在那邊等 不然一定會被它們圍 對 搶彈 這麼遠 這隻剛才 應該很近才對 好,沒事掉 買了平面圖 這裡有兩份秘紋和槍魚子彈 提升暴擊率 這個又很有用 我想提升暴擊率會有用過破血的最大上限 鎖住了 看一看地圖 現在我們就在這邊 我想先看下方這個位置 去玩了 好的 裏面 說到這裡 我拍不到 綠草 化妝 做不到 有殘留 一桌 先放一些蛋殼,藥粉也是 轉盤也放進去,不夠位置才再收拾 下面這麼多蛋殼 藥草 止痛藥 又是要保安時卡 把東西放進去 差點,躲在衣櫃上 又沒有拿的?沒有了 又是反鎖了,門全部都是這樣 只有半塊盾牌 這個紅色格子應該是用東西壓著 娛樂室 這個很簡單,一定是點燃 為什麼不是 沒有燃料 旁邊燃燃了 你隨便放兩枝燃燃可以嗎 這裡一定有些東西,點燃之後 這邊一定要鎖匙 ,看看地圖 下面這個區域已經走光了 去不了 唯有兜上面 有兩隻 兩隻 兩隻 先過來 第四槍 搞定 再打好它 好,上彈 旁邊這裡我們還是過不了去 鎖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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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開幾槍,快點 為什麼這隻走得這麼快 前面有一隻 我發覺它的槍法很不準 明知這隻怪也會射歪 會失敗 又是鎖匙 那盾牌的鎖匙在哪裡 這隻一定會 我都說了,一定會翻身 五槍搞定 強力的洗滴劑 左邊有東西拿的 我懷疑是子彈 我猜到你會出來 慘了 剩下7發子彈 不然我要光顧反賣機賣火藥 回頭 又有 又有 買火藥 一份 先不要買太多 接著 我要 組合 一個彈殼才換到一發子彈 這麼少 我只剩下13發 超級不夠用 還有為什麼有一些走得這麼快 我看不到這裡有一隻 我以為牠在裡面 我也猜到你會起來 好,只剩下1發子彈 好,站好 這裡會有吧 也好,有30發 我們無論如何都要走這邊 我想回頭 放下紅色草藥 先看看 洗滴劑又有什麼用 對場面污漬顯著 只有一瓶 就是說 有些地方我們要買一買牆 我覺得 火機應該都用不著 這裡有兩隻 轉個位,必經之路一定要殺 這隻很厚血 這隻很厚血 這個位置走不了 這裡應該有一間房門 但是又封住了走不了 收拾東西了 這裡要密碼 密碼是什麼 應該是796 我打開了什麼 等等 看不到閃光 不知道是不是人被遮蓋了 他說可以令我們又準又狠 是不是命中率會比較高 隨便吧,先裝備了 咦 這裡原來有東西 如果生命和死亡互換 先與血和瘋狂對調 在決議的大門開啟之前 神秘的寶藏就會顯現 決議的大門當然在哪裡 在這裡 原來這裡可以的 好看 木製雕像 木製雕像 我知道木製雕像有什麼用 紙銅藥,雪櫃,雪櫃,雪櫃沒有東西拿 看看畫面 好看 這張桌子我們不能進去嗎 左邊還有東西 有蛋殼 但我覺得拿蛋殼好像沒什麼好處 你殺的兩隻都不知道是那兩顆蛋殼 對不對 好,我們先去旁邊 木製雕像 烏漬 我知道有什麼用 洗滴劑 身上 身上 幸好沒有放下 有兩個洞 這裡也是要轉盤的 出來大廳 為什麼銀號好像出來一樣 剛才我經過不見 不知道為什麼 放這個下去 納製雕像應該是有用的 我想到了 剛才我們不是看到一個地方是要燃料的嗎 會不會是這樣,其實要用炭 我就拿了火機出來 放炭進來 沒錯,再點著它 之後放這個 換盾型的鎖匙 那我就可以開下面的房間 喂 你行快幹什麼 你跟我站定 又不准硬幣我 喂,後面後面後面 這裡應該會有些東西可以讓我們推 先撿草藥 好,紫彈 好,紫彈 先上彈 先上彈 然後推箱出來 再推到最前面 這樣就會開到通道 這樣就會開到通道 拿一棵草藥 然後再開到通道 電腦一會兒 九成都沒有密碼 不用想 安迪的日記 96年11月1日 是的,我做到了 無論那些大老粗說什麼都好 是不是只粗人 保安部主管的職位都是非我莫屬 努力是會有回報的 今天要把我的畫像高高興興地掛起辦公室裡面 即是後面那個女孩 11月1日 廚房冰庫上面那些孔洞 跟儲藏室的踏板位置一樣 或者是我太敏感 不過我都是要求廚師想辦法去掩蓋他 儲藏室有踏板 如果壓著兵庫上面 牆上面那兩個孔的位置 我們就會開到機關 下面 九百年2月22日 真的不小心 又把鑰匙掉在外套那裡 要找機會去洗衣房找一下 不過問題不大 反正半把鑰匙都起不到什麼作用 我們已經有半把,即是去洗衣房 就找到另外半把鑰匙 九百年3月10日 病毒蔓延的速度這麼快 保安部都已經無力回天 我被迫行使主管的職責 封鎖洋館大門 現在已經沒有任何途徑離開 除非有人啟動自衛裝置 啥? 啟動自衛裝置就可以逃跑? 那這裡有什麼密碼? 還沒什麼? 我想到了 安迪 Andy 第一個是A A 接著我們開一份文件出來看看 領導級是L A L F A L F Yes 開業控門 一出口一定會有一隻 看一看 我們現在在這裡,出來就是儲藏室 沒有反應 他一定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起床 沒有位置 蛋殼沒有位置 這裡就是東側花園 先留下 先開回來 我還有多少發?幸好還有十幾發 先打 我又不覺得槍真的有更強 是不是 代幣 這裏有一隻 這裡有一隻 但我們應該還是要來這個地方 所以 先打倒他 又是要保安時卡,怎樣才可以拿到 啊 等一會 看錯了 我以為有東西拿 先上蛋 還有 如果有藥草我們都要吃藥草 這樣吧 好 工作字條2 路易我講過很多次了 備用機站的晶片就放在後面牆上的儲藏箱 所以不要塞死它 如果不是斷網的時候你怎麼弄呢 就在這裡 就在這裡 我也猜到你會起床 真的進不去 現在我們在這裡 會不會是進了儲藏室之後就可以開到位置過來 這裡有一隻門 一定是 這裡也有一隻 掉些東西給我玩 麻煩你 又有一隻在這裡 多多子彈都不夠玩 這樣 拿了紅草 然後組一下 這樣就可以拿蛋殼 我想我們一定要買火藥才行 如果不是的話 你哪有子彈用 這遊戲的蛋液是缺乏很多 比第二代 這裡指紋鎖,沒有指紋不用想 就是這樣 我想可以回到道具箱放下一些東西 來這裡可以換槍與子彈 提升暴擊到這個 希望真的幫到我們 子彈火藥不要注意 留下兩個 如果解謎解不行的話我都可以 可以換回來看看 現在我們應該就是要去 想怎樣 完成 還有又出現了蛋殼,蛋殼沒有出現 這個 這裡又有 先收拾 接著就是 這個洞我們認住它 是這樣斜線排列的 原來這裡走到 先拿回 好 離遠看以為是一幅牆 拿不拿好呢 拿了一會有東西拿我又拿不到 隨便吧 最多吃掉它 塞住了一條洞,我知道要怎樣 它會不會令我拿不到那顆子彈呢 先拿掉一條洞 先拿掉一條洞 再敗 不起來?何時會起來呢 退 以為這裡有水池 是不是跟外面那個一樣 是怎樣的 孖生之池 揭示時 中 之香 池邊之火 揭示時 中 之黑 靜子之時 揭示悔暗之路 應該沒有什麼隱藏 沒有反應 要電池 回去拿電池 還不起來? 上彈 都滑了 走過來 你不走我走 很遠 很遠地走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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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放進去 彈殼 西伊佛就在這裡了 先推開它 可以自由出入 可以自由出入 似乎是助甲龍 有什麼人在這裡養甲? 難道用甲回來就會開到機關? 又要發電機 我看來買一批火藥 之後合成 我看來買一批火藥 現在子彈很缺 照顧 只要照顧 來吧,待會他妨礙我走的話更麻煩 開門 先放下這個 代幣,這裡應該有鎖匙 這裡 好 拿一棵藥草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它組合 順便拿這個蛋殼 這樣就可以組合完 看一看地圖 接下來我們應該要通過保安主管室去儲藏室 其實還有很多位置可以開 開開 有時卡,我們可以開到很多東西 好,藥草拿不到 這麼恐怖 放了水之後一定會有東西爬出來,我們不要搞 放了蛋殼,藥草 時卡我們應該都要用 安保卡還不是這張 可以拿到什麼? 火藥粉 那馬上剩下蛋藥 先拿到蛋藥 組合 或者一定要我們扭掉才可以開啟到其他地方 原來是夠火 兩隻 殺了它 不死? 收拾東西 這裡會不會是子彈 喬治的ID卡 087 放下這個 ID卡不知道有什麼用,放下它 收拾一棵草藥就可以了 我想 我想這裡應該是這樣 既然有這麼多格,我全部都這樣塗 不對 這樣 逐個試試 也不對,難道 不是這樣 這裡其實我試了一段時間都不行 我想牆上可能還有一些特別的機關 還有這裡又有一個安保卡 我們剛才拿了一張員工卡 號碼是087 完成 拿到夾手? 我知道在哪裡用 過來洗衣房 應該在這裡用 應該在這裡用 它會拿什麼給我 綁住一些東西 紫毛 那水管究竟用在哪裡呢 看來我們都很久找 還有這個位置我應該可以用保安卡 好 好 好 9mm子彈 好 今集我們暫時玩到這裡 下集再繼續去慢慢解開這裡隱藏的謎題 今集就玩到這裡 喜歡的朋友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一起看 多謝各位收看,謝謝 拜拜